大家好,歡迎來到隨意聊 今天來和大家介紹一起發生在美國1930年代的炸領保險金謀殺案 該案件曲折離奇 犯案的無名犯人不但沒有成功的炸領到保險金 之後還有四人被送上了電影 而被害者則因為成功的死裡逃生了好幾次 而被稱為鋼鐵麥克 不死麥克 接下來就為大家詳細介紹本起離奇的殺人案件 被害者名叫麥克馬洛伊 出生於1873年 出生在愛爾蘭並非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麥克在1920年左右從愛爾蘭來到了美國並住在紐約 他在1920到1930年間在紐約擔任消防員 然而好景不長 麥克在1933年1月時失業 突然的噩耗讓他失去了經濟來源和住處 麥克大受打擊 開始沉迷於酒精 當麥克失業 無家可歸和酗酒的期間 他認識了五個心懷不軌的詐欺慣犯 分別是托尼 馬里諾 約瑟夫雷德 莫菲 弗朗西斯帕斯克 赫爾西格林 和丹尼爾克里斯伯格 這五位詐欺犯和某些黑心的保險業務員勾結 專門背地裡進行一些違法的勾盪 他們盯上了無家可歸的麥克 透過提供麥克免費的酒和食物 很快的這五人就取得了麥克的信任 他們先幫麥克保了一份意外死亡險 並且將保險受益人登記為他們自己 這樣要是麥克意外死亡的話 他們可以得到3500美金的保險理賠 等到一切準備就緒後 這五人就開始了他們謀殺麥克的計劃 五人中的托尼 馬里諾是一位地下酒吧的老闆 他一開始先非常熱情的招待麥克 並告訴麥克在他的酒吧中可以無限倡飲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他們的意思是希望麥克能夠透過過度飲酒把自己給喝死 沒想到麥克在好幾天連續瘋狂灌酒的狀態下非但沒有死亡 還越喝越多越喝越有 這讓酒店老闆托尼馬里諾非常的傷腦筋 於是他在麥克的酒飲中加入了大量的防凍液 防凍液內含甲醇喝多的會致命 沒想到麥克繼續若無其事的喝著參有防凍液的酒 喝完後身體也沒有什麼異狀 托尼馬里諾和其他四人眼看防凍液毒不死麥克 保險金還沒有賺到 反倒先賠了一大堆酒錢 開始有點著急了 於是又在麥克的酒內加入了鬆結油 結果鬆結油也對麥克沒有影響 後來托尼乾脆直接在酒中加入老鼠藥給麥克飲用 但喝下毒酒的麥克非但沒有一命嗚呼 反而繼續和托尼他們索取飲食 此時五人中的佛朗西斯帕斯克表示 自己以前曾經看過有人在吃了生蠔加威士忌後猝死 於是他們如法炮製的將這個方式用在麥克的身上 但顯然這個愚蠢的點子沒有奏效 麥克吃完大量的生蠔和威士忌一樣活得好端端的 接著他們又嘗試了另一個愚蠢的方法 就是將小丁子和過期的沙丁魚製成三明治讓麥克吃下 結果同樣無法毒死麥克 最終五人方盡用毒殺的方式將麥克殺死 他們決定將麥克給凍死 在一個非常寒冷的夜晚 托尼馬里諾一樣先提供大量的酒將麥克給灌醉 接著其餘的人將麥克的衣服撥光 然後一群人將麥克抬到了一個公園內氣質 使之天空開始飄著雪 但他們為了保險起見 還將伍加倫的水倒在麥克的身上 然後一群人才匆忙的離開 想說這次麥克一定差事也難逃 非死不可 沒想到等他們一走 剛好有幾個警察巡邏經過公園 他們發現麥克後立刻就將他帶到了一個遊民收容所 並提供他衣物 到了隔天 當托尼馬里諾和其他人看到麥克出現在自己的酒吧時 簡直就是氣瘋了 沒想到這次又沒能殺死麥克 這個結果逼迫他們只好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就是以製造假車禍的方式來謀殺麥克 他們幾人和當時的車行租了一輛汽車 並以每小時45英里的時速衝撞麥克 撞完後一群人立刻駕車逃離現場 他們心想這次麥克應該是死定了 可以準備領保險 沒想到麥克的確是有瘦的點傷 身體的骨頭斷了幾根 但在住院休養三週後 就回到了托尼的酒店 繼續白吃白喝 在經歷過那麼多次的謀殺後都沒事的麥克 可謂是福大命大 可惜的是最後他還是沒能逃過死亡的命運 這一次五人炸寶小組決定要直接殺死麥克 並一定要親眼看到他死亡 1993年2月23日 托尼馬里諾一樣先讓麥克喝得爛嘴 接著其他人將麥克帶到了約瑟夫雷德莫菲的家中 他們先將麥克給綁住 然後將一大桶的煤氣利用煤氣管的方式直接灌入麥克的嘴巴裡 這招終於成功的殺死了麥克 在經過一小時的灌氣後 麥克的肺部出現了嚴重的急性發炎 可憐的麥克最終就在痛苦的狀態下窒息而死 一起策劃炸寶的五人終於鬆了一口氣 他們吵吵的將麥克給埋葬 並準備和保險公司申請禮賠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麥克的死因是大業性肺炎所引起的勝衰竭 和當初他們所投保的意外死亡 項目不同 所以保險公司也沒有賠償他們任何的保險金 真可謂是賠了夫人又責兵 而且法網恢恢 麥克平常的事蹟早就被酒吧內的客人給傳開了 有些酒客替麥克取了鋼鐵麥克 不使麥克等稱號 當他們發現麥克真的沒有在出現後 一些人也開始擔心起了他的安危 最終不使麥克的事情被紐約警方給知道了 於是細心的警探決定將麥克的屍體給挖出來調查 最終靠著私檢報告和酒店客人的證詞 警方將當初一起策劃炸保的五人全部逮捕 之後五人一起被審判且判決有罪 除了赫爾西格林被判無企圖刑外 其餘的四人都被判處死刑 1934年的6月7日 托尼馬里諾、弗朗希斯帕斯克、丹尼爾克里斯伯格做上了電影 結束了他們的生命 1934年7月5日約瑟夫雷德、墨菲同樣在電影上走到了末路 OK本期發生在美國的離奇炸保命案分享到時 可惜的是不死麥克最終沒有真的成為不死 但殺人兇手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